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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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够生活费的 现在价钱涨成这样子 那个食物涨价 昨天我们的观众讲说 那个面直接起两块钱 那斯洛麦也起一块钱 所以教大家怎样活下去 所以7月1号 已经看见一大群马来人在那边 播放了 2号是大学生 会在吉隆坡 不知道在哪里播放 大家下午4点的时候 注意一下是快闪还是不闪 不知道 总之接下来的大马 就是这样子的 日子不能过 我们先看新闻 那么怪不得 前两天 人家拼命去烧货 拼命去抢 那个网络 如果大家在Shopee呢 人家是招 招 这真的是 怎么夸张啊 7月2号 中国大网 1号的 直接跟你讲 涨44% 你看42.5% 但是 这次涨太夸张了 OK 所以 所以他 上10号买的人呢 少付了40%的钱 上1号开始呢 多付40%了 这怎么办 这个油涨到这么大呢 你叫人民怎么活下去啊 天天都要用的 你看 那个劳工牌呢 本来29.7元 现在涨到42.6元 就涨这么高啊 所以不再补贴了 因为之前呢 是有补贴的 补贴 然后 不只是油啊 油呢 只是一个成为了 那个头条新闻的东西 看到 那么其他所有东西呢 7月呢 因为油一涨呢 很多东西会涨满 20%到30%的物价呢 都会上调啊 这个7月呢 会大涨价 会涨到很夸张 各位观众朋友 现在7月你开始买东西呢 你要开始过这个现实世界的价钱 也许我之前讲到嘛 那个泡沫呢 那个乌托班呢 那个所谓的天堂呢 今天贴出来的天堂呢 在天堂呢 只是跟你破了一点点 那个泡沫呢 只是稍微破一点点 就这样子不能够打汗了 如果泡沫总部破完的话呢 你们觉得会怎样 赢掉71%的那个人呢 目前的工钱呢 都不足以应付通货的账 因为很多都是刚刚好 刚刚好的 突然间跟你涨这么快 不是涨一点点 那如果那个油涨2块钱 那还ok嘛 这样涨2块是不是 他跟你涨这么多 啊 好像本来7块钱的一碗面 他跟你涨到9块钱 这样子是不是涨得很夸张啊 是不是 就是涨这么夸张啊 所以很多很多人的生活呢 雪上加酸 所以这一次呢 不是影响到B40 B40不用讲了 那个已经 够力可怜 可怜呢 我们无话可讲了 现在也是打到M40的胜战了 M40是花钱最多的 M40通常都要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家庭 每个月的开销这么多 所以M40的影响呢 非常非常的大 不是开玩笑啦 这一波啊 那个 机价呢涨到9块4 但是对小贩来讲还是亏本 他还是要收你5毛钱涨 要涨加5毛 KL这边要涨加1块钱 没有办法 他们每个到现在讲还是亏本 这样的价钱呢 不可以做不到亏本 所以要在大马生活下去呢 你只有提高 提高你的那个收入嘛 但是很多打工的人呢 怎么能够提高收入 不像很多国家 那个韩国新的总统 刚刚强制推定 存不起5% 那个韩国已经 他前任总统文在寅 文在寅很抗护工人的 他文在寅上任5年呢 他已经起了41%的 那个薪水给所有的工人了 这个新的总统又涨了5% 世界各国呢 都在涨工资 来帮助大家应付同盟 那么大马有涨工资呢 啊 没有哦 啊 因为呢 那个猎人头网站呢 他最新的统计报告出如 看在大马的工资是涨还是跌啊 我们看一下 那么 那个新洲日报独家 这个我们找工作的那个网站 发觉到啊 那个很多行业的薪水被降薪了 啊 啊 通货本站那个油啊 起到这样高啊 很多人啊 薪水还被降精啊 啊 老板直接一句话给你讲 扣300块 要做就做 不做拉倒 不做你去新加坡做 啊 所以很多人呢 在这个时候呢 他没有办法就这样低声下去呢 给老板压制 打这样子呢 没有办法了 啊 所以现在真的是 这个是有史以来我们最严重的通货本站的危机啊 所以很多就跑去新加坡了 所以前期我们就讲嘛 已经新加坡已经吸走了这么多这么多大马优秀的人 因为同样的最新的新闻出来嘛 你在大马你读到工程系毕业生 你在大马做2800块 新加坡做呢 新加坡也给你 新加坡也给你 新加坡不只给2800新币啊 啊 更高啊 你大大学生呢 装业人士呢 啊 啊 三四千呢 四四五千呢 新币呢 啊 放过来呢 一万多了 差别就在这里啊 明明同样文凭 明明同样工作 但是呢 新嘴就已经有天差地别 所以 很多人没有办法 啊 家里没有办法应付这个生活的需求 那个大马长家长这么厉害呢 所以只能够到新加坡呢 去找新币 所以 一点都不能够怪那个人民做出来的选择 所以这个涨价已经是事实了 这个只是整个精确的泡沫呢 破一点点小洞罢了 就是那个油呢 哎呀 我不明白这什么大马的人 吃油吃这么厉害啊 啊 现在油贵了 看还会不会拿来这样热乱用油 啊 现在应该少油 少油就健康咯 少油肚子不会干搭咯 是不是 啊 不会这样搞血压 是不是 啊 但是这个只是精确的泡沫破了一点点呢 哇 哇 真的是名不聊神啊 啊 大马人完全承受不到 啊 如果承受不到呢 真的啦 我跟你讲啦 其实两年前的COVID呢 两年前的疫情大爆发呢 它其实就是给了很多人一个提示 啊 我最能够 获得的这个体会就是 啊 很可能 你现在做的行业呢 那不是属于你应该做的行业 啊 所以很多人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呢 他被逼转行 啊 刚才看到旅行社的新闻 他的员工全部转行了 要叫他回来做 四千块 不回来就不回来啦 我在我做我的行业 我赚五千块啊 我那里还要回到旅行社 啊 很多人在疫情的时候已经转行成功 获得人生另一条新的道路 走另一个呢 更有前途的行业 因为你中年转行呢 啊 你做了十多年工作 你才转行呢 你一定会转到一个更好的行业 这个这个是事实 你一定会去找一个呢 更加 因为你已经人生地恋 你社会 社会看了这么久嘛 你不会再找那种没有前途的工作嘛 是不是 啊 所以 现在又来了 疫情过后呢 那通货膨胀 这么严重的通货膨胀来了 就是再一次再一次 叫你再看一下 我人生 现在我走的路 到底对还是错 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好像我在这里工作 到底是不是对的 那我在这个行业工作 到底是不是对的 是不是别的行业呢 更好 所以最后我可以给大家的一点忠告 就是面子呢 不重要 华人的社会呢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你要承受 就是面子啊 你那些 三姑六婆啊 什么七姑八婆啊 我跟你讲啊 啊 我跟你讲 这个人在什么工厂做经理啊 做manager 啊 现在跑去做那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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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听这些什么 七姑八婆 三姑六婆 这个什么 讲这些话 不用理他们 啊 你的孩子没有奶粉喝他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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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拿钱给你买奶粉啊 不会啊 啊 自己要自己要 自己要 你觉得 转行不转行 面子不重要的 那 什么职业 行行出庄园 一样的当死人化庄园 也是赚大钱的 行行都是出庄园的 知道吗 啊 所以是时候呢 你觉得你这个瓶颈呢 你在这个行业呢 这个老板就 啊 这些老板就这个样子的 他不可能再加你薪水 他还要扣你薪水 想尽办法扣你薪水吗 啊 做不下去呢 勇敢的 重新 审核你的人生 因为呢 啊 我们很多观众讲 有一个观众讲 这个五个level 只是第一个level 还有四个level 你们要承受啊 啊 就是这个整个津贴泡沫 他只是减了这个油 罢了啊 就这个样子了啊 啊 剩下的还没有扣啊 剩下的全部扣到完大马油天 完全不津贴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了 啊 所以那时候你的收入 还没有改变 还被老板扣了薪水的话 你自己想一下怎么活下去 冰城大桥不熟了啊 因为冰城大桥那天做了法 那个宠布在那边念了 念了做了法了 你看到今天还没有人跳 厉害不厉害那个师傅 啊 所以冰城大桥不熟人了 啊 所以怎么办 所以呢 大家重新的好好考虑自己的工作 一定要提高 因为政府没有强迫提高收入嘛 1200提高到1500 甚至要1500以上的人呢 有提高吗 没有啊 是不是 啊 所以要自己想办法了 所以这个是虎啸人生节目呢 我可以给到大家的最好的一个宗教 所以大家自己好好思考啊 预祝大家下半年好运 预祝大家呢 有心的人生 预祝大家呢 收入能够提升 才能够应付呢 这个门虎般的通货膨胀啊 这个就是虎啸人生 原来今年的老虎 就是通货膨胀 好 那我们暂时刷到这里 我们下回见 我们下回见 我们下回见